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911恐怖攻击事件 转眼间已经来到22周年了 全美各地上周末都有纪念活动 美国纽约游行活动 参加民众一起迈出2200步 象征救难人员当时爬上世贸中心的阶梯数 康乃迪克州有消防员自行车活动 车队名称就叫做343 需要纪念当年没能活着 走出世贸中心的消防弟兄数量 而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民众也开始用不同方式跟心情 纪念这场恐怖攻击 尤其对罹难者的家属来说 极希望这一天好好的追忆家人 不想再有更多的政治口水 伴随终身民众一起迈步前行 纽约市10号举办纪念游行 为911恐怖攻击事件的罹难者致意 参与者一律走2200步 代表当年救难人员爬上世贸中心 110层大楼的阶梯数 全美各地上周末都有相关活动 加州洛杉矶佩博戴恩大学校园内 插满小国旗 共计2977面 象征911事件的罹难人数 德州举办游行活动 居民不分老寿 大手牵小手一起参加 高居美国国旗向消防队员致敬 堪萨斯州举办爱国者车展 数十辆经典跑车吸引民众目光 这次活动也是向911事件中 罹难的救难英雄致敬 由现场退伍军人管理医院的病患投票 选出前三名人气奖得主 康乃迪克州的消防队员 周末发起自行车活动 骑行路程总长152公里 他们的背章上秀了343数字 象征当年没能活着走出 世贸中心的消防弟兄 今年他们的路线很特别 途中造访一处英雄之家 近期的新住客 是39岁的退伍军人马希 他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左腿 回国后还因此货班紫薪勋章 活动上也逐以朗读 殉职的消防员姓名 就算过了22个年头 他们当时的牺牲 至今没有被遗忘 2001年9月11号早晨 19名盖达组织成员 截持四架名航客机 其中两架分别冲撞 纽约世贸中心双塔 造成两栋建筑 在两小时内发生渐进式倒塌 第三架飞机撞向维吉尼亚州的五角大厦 现场升起巨大火球 第四架航班联合航空93号班机 原本被恐怖分子操控飞向华府地区 在乘客与机组人员反抗下坠毁在宾州 这里也搭建了纪念馆 还有乘客与机组人员照片 不少民众在周年前夕前来为适者献花 911事件开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 随着盖拿组织创办人 彬拉登遭疾病 美国也从阿富汗撤军 世人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场悲剧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内的艺术展览 把恐怖攻击影响和艺术做连结 引发争议 但是对于家属来说 无论做再多都无法挽回亲人的性命 轻轻俯过纪念悲伤的名字 对他们来说 911中年是想好好追忆家人 不想再执着于政治口水 我需要解释 练习的殆忌 我想请知道 不想再执买 这将有语言 我会忆悉 如果想好 希望我好的 美国国防部也在8号举行活动 今年这场美国领土上最致命的恐怖攻击 22年过去 911事件并没有被人们淡忘 而是换一种心情和方式来纪念它 同时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